大家好,我是1FM Happy Hour的William 新偉廉 我從頭到尾都是喜歡拍戲的 所以很辛苦,很辛苦 出來之後你看到成品的滿足感 是沒得好說的 因為只有那樣東西可以給你 電視主持主要不是看我的表演 是看我訪問的對象 或者是玩遊戲 是看那些遊戲好不好笑 戲是看我的戲演得好不好 整個結合上來看 是否很滿意的作品 電台也不是 因為電台是每天的東西 我不會有滿足感在那裡 因為我自己說話的時候 我聽不到 我不是駕駛車,我聽到自己說話 我只可以聽到我的廣告 我聽到我的PSA 我不會聽到自己主持的方式 鏡頭設計或者定位 電視劇和電影是很大分別的 但這些當然不是在我的份外事 是在導演、AD他們去搞 譬如說電視劇 我傷心 真是傷心 我很傷心 要被人看到你是傷心 但電影不需要 你可以做其他事 你看到的眼角目 你會覺得他很傷心 學電影的做法 我從之前的美人班開始 才學會電影 真正學會 不可以用電視劇的演繹去做 電視劇 怎樣關燈 睡覺也好 為何這麼光 你明白嗎 在床上睡著 很光 你睡到嗎 但一定要讓觀眾看到你的樣子 電影不是的 關燈就黑了 偶爾有人走過 你看到好像有個影 這些真是比較貼近生活的事情 首先我之前說了見步行步 我不可以說自己沒有 我有準備好我的未來 我不可以說我為了我的未來 而在這間公司做 不一樣的 因為你不知道明天發生甚麼事 有甚麼機會來 你不會知道的 你要全開放 你讓任何東西進去 我不想說 你到了一個年紀 我不是 人家還覺得我是二十年 沒甚麼腦 我不是沒有腦 我的立場是全開放 我希望還可以抱著學習的態度 到腦都是這樣的態度 我希望馬來聲音的娛樂圈 可以蓬勃 勾心鬥角的不要有 你要和平 將自己國家的中文娛樂圈 先捧上去 希望這麼多媒體 都可以帶這裡的新聞 去給外國 甚至是給外國 讓人知道我們在做甚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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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